Hello 你好 我是西瓜 你覺得好嗎 最近好像過得一般 所以就啟發我去下定決心 開始這個新的單元 叫做one thing at a time 每一次都是講一件事 希望可以令到你的生命開心一點 最近是不是很不開心 最近很生氣 除了爭取還想發洩 今天one thing at a time 就是想講解決憤怒的方法 當然不是我教你 很明顯我也不太喜歡這件事 就是我買了這本書 別再假裝自己沒事了 作者就是關屋如氣 他就是一個什麼 他說他是一個臨床心理學家 心理學博士 也都是東京大學 研究很多心理的東西 我想都算得上課 我覺得他裡面有件事說得很好的 就是說 生氣是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是你表達生氣的方法 就是有些人很激進 傷害了別人 或者傷害了自己 這樣就不太好 本身這本書就是講 很多人在職場上 都會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 所以裡面就有講到 假如你在做事的時候 當下那個moment很生氣 應該怎麼辦呢 他說了幾個方法 我們就試試跟了 冷靜下來的五個方法 第一 呼吸法 就是要慢慢休息 哈哈 不是他教的 就是用複式呼吸 就是用肚腩 去呼和吸 吸進去 比如當你吸進去 用一二三秒 吐出去 就要用double的時間 用口慢慢的 好像把你的粉腦吐出來 最重要是慢 嘗嘗 先 OK 我們不去評論 那個方法有沒有幫助 好 第二 肌肉緩和法 簡單來說 就是把全身的肌肉 運勁 用盡力 然後一起一次過放鬆 想不到用力是放鬆的方法 中前夾緊 拳頭握緊 手肘彎曲 貼近胸口 基本上就好像你去洗手間 要啊 出來的時候 那個方法 要用六至七成的力 一口氣左右 維持五秒左右 緊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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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狀態 一二三 維持不了秒 很痛 我不知道 每個人去解決情緒的方法都不同 這兩個都是一個提議 來的 所以我都在自己的IG問了大家 有什麼解決憤怒的方法呢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有什麼好提議 登登 Let me see 吃一些超冷的東西 有人說咬冰 吃冰的雪糕 吃 吃 吃飽 吃雪糕 吃東西可以解決那個生氣 但解決不了那個肥胖 好大件事 我每天都生氣怎麼辦 當然有人就說 聽心機啦 聽口水多過浪花 聽早霸王 有用的 打拳 做運動 紋貓 還有人說看AV 即是出身汗 對 洗廁所也好 散打拳 散打拳 你老闆 散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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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都有點情緒的壓抑 我自己都有些解決憤怒的方法 即是當喝很0的時 第一 就是 手機裡永遠都有一些搞笑的片 搞笑的相片 朋友那些 自己那些 眨眼相 看下就會開心的了 第二 就是喝水 冷靜自己的方法 其實和呼吸有點相似 都是把自己的心神稳定下來 而且個人那麼生氣 有少許涼的東西入口 怎麼都舒服一點 還有水有種洗刷心靈的感覺 在裡面解決是有用的 還有一個第三個方法 就是吃酸梅 吃酸梅的樣子就是摁了一塊 烏狂的 而且會流生汗的 我都覺得幾解倒那個生氣的 又是把那些東西焗了出來 我想是 有問題就是有問題 但是有問題怎麼解決呢 就要靠你的自己的意志 生氣很容易做錯決定 所以解決了那個情緒 就可以集中解決問題 所以大家都要記得好好振作 一起加油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又或者覺得這個系列都不錯 不如like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開個鈴鈴 有新影片的時候就可以提醒你了 做了那麼久 我都不是很熟手對著鏡頭 或者怎樣 所以都可以繼續去觸摸一下 到底怎樣才可以做得更加好 所以今天one thing at a time就完了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